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人员说明 包括教育部及移民署等中央部会 针对新住民所推出的多项福利政策 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解决各项已然杂政 在党主席赖静德要求下 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在全台各县市举办 信赖台湾新住民座谈会 希望通过政策简报说明及面对面的交流 协助新住民朋友顺利融入台湾社会 目前各个政党里面 民党算是非常早成立 相关新住民事务的团体 尤其是目前我们的新住民事务部 又是我们的一级单位 代表着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那尤其是现在的内政部长 也是负责新住民事务的 也是担任过去基隆社市长的林侯厂 所以我想今天在基隆的举办 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我在这边也在祝福 很多相关新住民议题 能够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那我也相信未来的赖总统 接棒之后新住民的事务 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政策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志伟 民进党基隆立委参选张敏军 与多位民进党议员 都出席这场座谈会 佟志伟强调 基隆要迈向国际 就要先把境外民的新住民照顾好 我们基隆本来就是一个 海纳百川的城市 那我们本来就有不同多元的文化 400年来 有各国的文化在我们基隆 所以我们非常敞开双臂 来欢迎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那我们希望他们在这边 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所以我们希望让他们更融入 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地就学 在地就业 我想新住民跟我们都是一起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 我们也希望这个城市 未来可以持续的进步 迈向国际的城市 首先就是要把新住民的朋友照顾好 身兼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主任的 立法人罗美林表示 新住民座谈会从南到北 收到许多新住民朋友的宝贵意见 民进党会持续走遍全国 努力倾听每一位朋友的心声 也期盼透过交流方式 鼓励新住民参与公共事务 提高新住民朋友 在社会上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一起为台湾打拼 信赖台湾 台湾加油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 加油 新在台湾